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老话说呀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的确如此 一个人的美丑往往来源于天生 而是否有福相 还是来源于自己 很多时候 美丑并不是全然无缘无故的 面相是心相的集合 而心相又是生活的写照 爱发脾气的人眉头经常紧促 让周围人也跟着紧张 阴险狡诈的人 眼神飘忽不定 给人的感觉就不够稳重 而温和友善的人 嘴角的弧度会自然上扬 给人一种亲切的即逝感 一个人的面相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 能容室的人脸上永远风轻云淡 总记仇的人 脸色总会略显悲苦 开朗的人喜欢以笑对人 出现问题积极找寻方法 而消沉的人总是怨天尤人 有点状况只知道抱怨 长得好看是生儿带来的容貌 而看起来舒服是后天积累的气质 判断一个人美丽与否啊 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体验 还有不少心理加成 一个样貌好看的人 倘若性格不够好 那他一定不耐看 而一个长相普通的人 倘若总是笑脸盈盈 同样也会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有人说 二十岁的脸是天生的 三十岁的脸是生活雕刻的 而五十岁的脸 就是你灵魂的模样 确实如此呀 人到中年以后 就能明显感觉到 性格品行在自己脸上的投射 天然的容貌决定你的面相 但后天的心态决定着你的气质 人的容貌气质 就像是一块细腻的白布 你整日愁苦 就会生出相应的皱纹 你每天快乐 又会有不同的纹路 只有从心底焕发出的明媚 才能滋养出持久的赏心悦目 一个人的外在美 会随着时间流逝 只有心灵美才能得以永恒 而滋养面相最好的保养品 其实就是好心情 好性格 好品行 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曾说过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心象并非一朝而就 而是日复一日 点滴沉淀而成 如大自然一点点风化 侵蚀 堆积 形成的地貌形态万千 所以年龄越大 脸上的内涵越明显 想了解一个人 得看心象 长相可以通过化妆 整容优化 但是最高级的化妆 也画不出美丽的心象 一张好的心象背后啊 藏着一个人好的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和品格 什么才是良好的心象 看过一组照片 是几十个外国男生参军前后 容貌的对比图 有趣的是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 样貌是一模一样 但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一样的五官 发型 表情 但明显参军后的照片 帅气很多啊 即使是长相 本来并不算好看的人 我发现 其实最大的不同是眼神 前者涣散 而后者多了一份深邃坚毅 在镜头的记录下 我才发现 正是这个细微的差别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 这种容貌 就是他人眼中看到的你 这种微妙的变化 正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 参军后 严格的生活作息规律 艰苦的训练 让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情绪 心态 也随之改变 从而整个人变得有活力 坚韧 自信 同样 在平时生活中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衣着打扮 发型 来改善外在形象 但是精神面貌 是打扮不出来的 再红的口红 也掩盖不了你的憔悴疲惫 一个眼神 一个站姿 一张口 就轻易地出卖了 你的生活状态 大街上 地铁上 只要你多观察几眼 有些人五官长得挺标致 但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不高级 甚至眼里眉间夹杂着一丝丝脾气 有些人虽然长得很一般 但自带气场 看起来很顺眼 这就是良好的心象 你的容貌 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 曹雪晴写多愁多病的待遇是 两弯四醋飞醋 龙烟梅 一双四喜飞喜 寒情目 善良懦弱的迎春是 肌肤微风 温柔沉默 写精明强干的探春 则是 俊眼修眉 顾盼神飞 忧郁的人眉头紧促 宽厚的人眼神温和 自信的人 自然嘴角上翘 这些习惯年生日久 就改变了容貌 同样的 待人的谦卑 谈吐的优雅 读过的诗书 丰富的内心 都会投射在你容貌上 曾有人写离婚时的邓文迪 憔悴苍老 多少顶级化妆品都无法掩盖 后来邓文迪首晚年轻有才的小帅哥出现在镜头前 笑容灿烂 春风满面 你以怎样对待生活 生活又怎样对待你 最终都会呈现在你的容貌上 所以 憧憬美貌 善待生活 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信仰 你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模样 郭四小姐 郭婉盈的故事 许多人都读过 她年少时美丽而富有 众星捧月 文革时期 她沦落去扫厕所 即使在那样的岁月里 她依然细心达理容貌 于眉球炉上蒸蛋糕 看书的时候用镊子翻书 尽量保持着从容优雅 以貌取人 取的并不是美貌 而是好看 好看是眉梢眼角 见清风明月 是举手头足里赏心悦目 是在最落魄的岁月里 依然保持优雅与从容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仗着财大气粗 便对人遗旨气时 身上穿金带银 却毫无礼仪 这样的人太不好看了 好看绝非肤浅的美丽 她是一个人剥离了 外表之后的素养 是放在浩海人群里 也能一眼分辨出的气场 这是灵魂的样子 心善的人最耐看 小时候外婆对我说 人老了之后会变成两种人 一种是慈眉善目的老人 一种是凶神恶煞的老人 现在看来确实有几分道理 一个人的心相 也是一个人内心的投影 自私自利 尖酸刻薄 心胸狭隘的人 大多尖嘴猴腮 脸带利器 即使生得一副好皮囊 但多看几眼 便会不耐看 而品性善良的人 年龄越大 一张脸越发柔和 让人越看越顺眼 越接触越喜欢 娱乐圈里的漂亮脸蛋很多 刘若英的长相不算精致 但是她却自带一股甜淡的气质 如今的她已经48岁了 生活留在她脸上的印记 是她的谦逊 亲切 独立 和不争不强 经历过生死的胡歌 一张脸颜值依旧 但变得更加谦和 慈悲 宽和 也更加成熟 有魅力 这是以前的胡歌 所没有的 胡歌不再是 从前的胡歌 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 促使她不断地修炼内心 一个人皮相再好看 但长期品性不好 心相就会越来越不好 洞察力敏锐的人 往往看得出来 以前认识一个女同事啊 整过容 后来转行去时尚行业 变得越来越时尚 但是呢 始终不变的是她脸上 那股咄咄逼人 和不屑一顾的气势 虽然长得精致了 但看起来还是不舒服 公司的许多同事 都领略过她的脾气 她总是沟通没两句 就失去耐心 自己想得到的结果 不允许别人说不 依附大家都得迁就着她的模样 我不禁联想起鲁迅笔下的一个经典人物 杨二嫂 年轻时候的杨二嫂美丽动人 静坐豆腐摊前 安分守己 人称豆腐西施 可惜后来 在贫困生活压迫下的她 变得势力 粗鲁 猖狂 也因此成了一个 薄纯 高颧骨 细脚伶丁的圆规形象 面目可赠 小孩子天真无邪 一张脸写满单纯喜悦 年龄渐增 内心渐渐复杂 一张脸也渐渐丰富 你赋予她什么 她就会拥有什么 所谓的像人之术 也许并不科学 然而 当你看人识人 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长相时 当你懂得不仅装扮自己的长相 还注重自己的心相之时 说明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